昨天粉丝都在吹根让我讲讲德州的情况 说德州这都要累乱了 你还不赶紧来蹭蹭这个热点 德州当然不是咱们山东那个吃扒鸡的德州 德州那是一个名风彪悍的地方 像我们加州 我们买AR25 这些是不能买自动秃秃的 在德州就是可以随便买秃秃的 自动秃秃 然后呢 我们不能买的火箭炮火箭筒啥的 在德州我们只要花钱就能买到 这两天啊 德州是以一州之力跟拜登干起来了 不过呢 现在已经有26个州站出来去支持德州 这26个州都是支持共和党 因为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呢 他们都是要靠接非法移民 升了第二代第三代给他们拉选票的 要不然美国可能就没有民主党了 像我们加州啊 纽约州啊 这就是对非法移民非常好的民主党的州 但是像德州 这些就是共和党所在的红州 他们就是对非法移民说不的 但是呢 和墨西哥接壤的地方呢 又恰恰就是在德州这么一个公园里边 德州呢 为了阻止这些非法移民 所以呢 就在这个边界这个公园呢 就建了很多的铁丝网 但是呢 前两天 造成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小孩 因为这个铁丝网没上岸 结果在河里边淹死了 所以民主党就大骂这个德州共和党 不讲人性 德州惯行的就是我的地盘 我做主 谁说了都不算 管你什么美国总统 月球总统 不一概不理 那老德这面子挂不住啊 他就把这个德州都给告到了最高法 结果最高法呢 无比是就同意了拜登的这个说法 也要让这个德州把这个铁丝网给剪了 德州就偏不解 结果呢 两个美国士兵支部就干起来 就互相逼逼起来 结果造成了一死一伤 那老德一看 我总统的命令你都敢不听 于是呢 就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要他在什么时候之前 把这些铁丝网给拆除 要把边境交给联邦军队来管理 这德州心里在想 我怪你这老邓的毛病 既然你也搞定不了这些非法移民 那我们自己来 是呢 还给这个拜登安上了一个 叛国罪的这个罪名 于是26个州就联合起来去支持德州 这说你拜登这样做 你就违反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之间的 良好契约关系 那川普也站出来支持德州 也是拼命的去抨击 这个拜登的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软弱无能 因为有人计算过说 现在美国政府每一年要花9万块钱来养一个非法移民 人家那些拿着合法签证进来 留学4年给美国政府交了100万的学费 还要打工 还要给美国政府交30%的税 还得在那排队抽签等绿卡 七八年十年拿不到绿卡 可是这些非法移民来了以后 不仅很快能拿到绿卡 而且还能申请白卡 还能免费 小孩还能领福利 你说让这些拿着合法身份进来的人 情何以堪 最近我看新闻啊 这个卡车协会都组织了几千辆卡车 浩浩荡荡的开到德州 要去帮助德州去对抗美国联邦政府 后续一定很精彩 加上今年是美国选总统的时候 大家赶紧点赞关注